1. 秋水陷阱 2. 别票唇 为医治尿酸生成类药物 别票唇最早被研究用于对抗癌症 后期研发者Pigen和L11963年发现肝药有降尿酸作用 之后临床用力开始用它治疗痛风 肝药最大的副作用在于过敏反应 综合发生率在21%15%之间 Pigen多维素利样红色搬疹或搬修诊 群买诊少见 而只有极少数人注意是极少数 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 可以发生致死的超敏反应 及别票唇超敏综合症 临床表现为波脱性皮炎 发热 是酸性力细胞增多 肝腺功能异常等症状 临床上见到的超敏综合症 多发生在痛风合并 是功能不全的患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